清明时节 雨纷纷 这个清明假期 大家外出踏青游玩了吗 闪电新闻记者王源 现在正在济南五龙潭公园 让我们来连线他 看看那里的情况 你好 王源 你好 可嘉 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我现在是在济南五龙潭景区的 征薰位置 那虽然今天外面的天气比较凉 而且呢 也一直下着这种萌萌细雨 但是在雨中闪花 也是别有一番情调的 那就要了解 现在在整个景区里面 像晚莺啊 紫荆花啊 都已经镜像绽放 那品种能达到几十种啊 那今天上午一上午呢 我看到也是吸引了不少的市民游客 前来打卡拍照 那今天我们来的可以说是特别的巧 恰逢是五龙潭一年一度的樱花节 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 为市民游客准备了很多的活动 您往这儿看 比如说在这棵樱花树上 我们看到啊 有寄了很多的这种心愿牌 您看有健康长大 平安顺利啊等等 那这些都是市民游客啊 把心愿写上去 然后挂在樱花树上 也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寄托 我们看到现在这位游客 正在这里拍照嘛 哎 您好 打扰一下 您好 您是从哪里来的 我从河北宝定那边 哦 河北是专门来这个景区游玩的吗 哎 对对对 跟我来讲一下 来济南什么感受啊 嗯 真是美如画 就是不是济南 不是江南 胜似江南 对对对 好 谢谢您 祝您玩得愉快 好 那其实在整个景区 除了这种视觉的向上的享受呢 在这里还可以欣赏到很多的这个非英文化 大家可以往身后来看 那么在今年的樱花节现场 还准备了很多像番花呀 糖花呀 这种手工制品啊 那如果是啊 您玩累了逛累了呢 还可以在这里品尝到樱花类的美食 比如说有樱花糕啊 还有冰激凌等等啊 那本届的樱花节呢 将一直持续到4月10号 那各位不妨也来这里感受一下 好的 可嘉 我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好的 谢谢王源发回的现场报道